名人搜身 配层style 百万包混搭千元鞋 甜姐儿 猴配层来苹果搜身 又有啥新衡 头腻 猴配层笑得好假 很甜美的同时 这个凯莉包鳄鱼皮的 一看就很高档 外双新毛泥短裤也是个高档 上衣袖子少了一边 肯定比较便宜吧 鞋子同样也是平价品牌 名牌混搭平价货 这就是配层style 我现在就觉得很多评价的 配件其实还蛮好搭 因为我觉得最能够 凸显自己个性的方式 就是穿出一些反差 你看她的大手环 摇滚风耳环 戒指就知道配层很有个性 因为我自己的手脚比较细 因为骨头比较小 所以我就喜欢带一些反差比较大 就是比较粗犷的配件 配件能带出一个人的 那个时尚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配件是很值得投资 然后自己混搭自己的味道 她还出了书 要分享自己的配层style 再来看看她高贵的包包里装了些啥呢 就是七万的包包里掏出塑胶袋 因为气喘药 然后里面多了一个炎药水 因为刚好出国以后眼睛有点小过敏 包包里一定要有的就是 糖果 我很喜欢带不一样的糖果 有点破掉的电话 因为我在等iPhone 5 钱包 就是先生送我的钱包 因为我之前舍不得买太贵的钱包 然后先生就说 他刚好出差 看到就帮我买回来 高贵的钱包里 他也照样掏出 里面就是一样是有 阿嬷送的护身符 是有要数钱吗 对不起 一万六千一百元 蛮多的吗 没有我差不多就带这样一点点 这样就比较有安全感 苹果娱乐醒闻配餐style 行头偷偷要一百三十万 报导